你真的懂愛嗎 我的爸爸是個醫生 爸爸對我的期待很高 我總是覺得 他對別人的小孩比對我好 我滿歲抓粥的時候 他丟了滿地的書給我選 媽媽很生氣 說一定要多讀書嗎 還好吧 有不同科目啊 結果不知道誰放了一本不該放的書 我選了睡美人 然後這一輩子 我的爸爸就再也沒有看過我醒著 好多好多的晚上 我看電視看到睡著了 我看書看到睡了 我吃宵夜吃到睡了 每一次生日 我跟媽媽總是等到睡著了 小學的時候 然後我常常跑到寶殿室說 我肚子痛 我好希望陳醫生 也就是我爸爸 可以帶我來專診 可是 我等了又等 最後等到睡著了 每次來的 都是陳醫生的太太 也就是我媽媽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為什麼總不能看到爸爸 長大高中的時候 我睡得更嚴重了 我上課都在睡覺 體育課 我睡 英文課 我睡 數學課 我睡得更嚴重 喂 睡美人 起床啊 下課啊 結果 叫醒我的 是阿哲 我們敲家 我們一起玩到天亮 我的爸爸 再也沒有看到我 直接到處找我 我打工 收垃圾 擺地攤 今天 我跟阿哲 我們在每個夜裡奔跑著 爸爸都看到了 我想要再當回 爸爸的睡眠人 爸媽看到我這樣 媽哭紅了雙眼 我馬上後悔了 爸爸的那邊 天亮 我會不會 他的天亮 我真的沒有想像 他可以做自來做什麼 你自己把他提供 你自己度不是想像 你自己去 你自己在這裡 你自己做自己的 我自己做的 我自己做這種 你自己做自來 你自己做自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我第一次醒来 看到爸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